被測速相机拍到的亲友团车辆 有百万进口轿车 休旅车 敞逢车 甚至有市价上千万元的超跑 亲友团吃完喜酒之后 沿着139县道离开 结果纷纷被警方取缔超速 罚单1600元起跳 最终还被开罚2400元 日前台南亲友团前往彰化 139县道的牧场吃喜酒 结果至少有50辆车超速受罚 而在139县道 有一处长达四公里的路段 限速40公里 许多外地车辆常常超速受罚 警方当天下午四个小时内 在这处路段就取缔了324件超速 警方表示这处路段 除了架设的测速警告牌 地面也喷得速线标志 驾驶应该不至于没看到 而且139县道自从109年 速线从50公里降到40之后 车货件数降低了4成 警方呼吁民众 开车还是要注意耗制 放慢车速 安全第一 恒新话转 张春风 谢终于张华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